自160亿采用最先进工艺建造的大桥 却在短短半分钟内沦为豆腐渣工程 地车随着桥面一同坠入江中 导致32人死亡 17人重伤 这就是震惊韩国的盛水大桥坍塌事件 自朝鲜战争后 韩国经济低迷 甚至有很多人不堪忍受而逃到了韩国 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韩国经济有了明显好转 围绕汉江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 韩国经济飞速发展 从原来最穷的国家变成了富裕国家 这也被称为汉江奇迹 由此可见 汉江对韩国的意重大 汉江由南汉江和北汉江两条主要河流 在经济道会合而成 最终流到黄海 贯穿整个首尔 因此首尔分为江南和江北两个区域 连接江南江北的自然就是桥梁了 汉江上也有很多座桥梁 比如汉江大桥 铜雀大桥 阳山大桥等等 而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圣水大桥 圣水大桥全程1160米 1977年由财阀之一的东亚建设承包施工 历时两年六个月的时间 于1979年10月正式通车 总花费160亿韩元 这座大桥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施工技术 采用一种横架式的全新建造方法 在菱形悬架上连接一段段的桥面 与之前的大桥相比 其建造方式有了很大的提升 其桥底外观也别拘一格 竣工时 当时的总统朴正熙还出席了通车仪式 不过事后证明 圣水大桥虽然美观 但却不耐用 用花架子来形容它 最为贴切 只因通车之后 缺乏实际的养护和维修 在15年后 酿成了震惊韩国的惨案 1994年10月21日凌晨2点左右 一批工作人员 在圣水大桥一侧设置路障 并且在某处铺上一块钢板 早上6点 车辆逐渐增多 很多路过的司机都看见这块钢板 他们对这种离谱的操作感到疑惑 并且发现钢板边缘 有裂缝 于是出于好心的市民 将情况报告给桥梁部门 实际上这块钢板 就是政府铺设的 因为他们之前就发现了裂缝的存在 铺设钢板是为了防止裂缝扩大 所以接到电话后也没有在意 因为桥梁的断裂在可控范围内 并且事情已经解决 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跟紧下去 然而政府部门 只是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 随着时间推移和车辆增加 裂缝主线扩大 再加上从凌晨开始的降雨 为即将发生的悲剧 增添一份悲凉的色彩 早上七点半早高峰开始 桥面上车水满龙 没有人意识到灾难即将降临 早上七点三十八分 随着一声巨响 桥梁第十和第十一节之间 一块长达四十八米的桥板 瞬间掉落进汉江 桥面和水面落差达二十米 就在桥板落下的瞬间 正好有六辆车行驶到桥面上 其中包括一辆面包车 四辆轿车和一辆十六路公交 一开始 其中三辆车先掉了下去 据生还者回忆 当时身体突然失重 然后一开始向下掉 但车体基本平稳的下坠 落水时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再加上乘客都系着安全带 所以只受了伤并没有生能危险 这三辆车有十三人全部幸存 还有两辆车因刹车不及掉下去 其中一辆车的乘客 趁江水还未灌进车内及时逃生 但另外一辆车上的三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们全部溺水身亡 这五辆车一共有十八人 死亡三人 而另外死亡的二十九人 全部来自十六路公交 公交车因为视野比较开阔 桥面坠落前 司机就已经发现异常 立即踩下刹车 但由于距离断面实在太近了 前车轮和一半车身还是探了出来 在惯性作用下 车体向下倾斜 先是头部向下坠落 最后在空中发生180步旋转 车顶重重拍在了 已经掉落在水中的桥面上 据统计共31名乘客 全是学生和上班族 仅有两人幸存 最终这场发生在汉江奇迹的灾难 共造成31人死亡 17人重伤 那么这样一座修建刚满15年 并采用先进科技建造的大桥 为何会发生如此恶劣的事件 事发后 韩国政府展开详细调查 此前我们一直强调 上水大桥建造 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工艺 悬壁式横架技术 简单来说 就是在每个桥屯之间 用高强度的钢结合 多个三角形以平衡每一段桥面的承重 这样不但安全性有所提高 三角形的结构 也比平整的桥梁更具承载力 这种设计对于材料和施工技术 要求极高 每一根钢条的长短粗细角度 都是经过细密计算的 可以说是一毫米的误差都不能有 但后来经过调查发现 大桥在建筑过程中 明显的偷工减料的行为 一一是钢板的厚度应该是10毫米 但实际应用的钢板只有8毫米 并且每个三角形焊接处都存在偏差 设计图纸上要铺满整个焊缝 可实际上的焊缝只有2毫米 二是需要采用螺旋式固定点位 居然有人使用了尺寸不同的螺栓 人力一碰都能感到轻微的晃动 还有螺栓 竟然还有螺帽没有用 但是负责造桥的东亚集团 第一时间发布声明 声称盛水大桥坛塌事故与他们无关 虽然建材上和原设计有所出入 但并不影响桥体的稳定性 而且大桥已经安全通车15年了 所以问题并不是出现在建造过程中 而是由于后期的保养不到位 按照合同施工结束5年内 盛水大桥如果有任何问题 由东亚建设负责 5年之后就交由市政部门 因此此次事故市政部门应付100%的责任 这则声明明显有水国的嫌疑 韩国民众们对东亚建设这种说辞非常不满 但是一个巴掌拍不下 政府部门也七月十存在一定的责任 因为大桥设计之初 预计每天通车次数是8万辆 但实际交付使用后 车流量翻了一倍高达16万辆 此外由于江南地区飞速发展 大量资金和有钱人都涌向江南 导致江南区疯狂开工搞建设 工地面地都是 每天都有重达20多吨的工程车路过 而大桥的设计载重只有18吨 偷工减料加上超负荷运行 注定盛水大桥难以存在长久 甚至在发生坍塌的前几天 桥面已经出现明显的裂缝 有关部门竟选择用钢板盖住裂缝 并没有采取任何补救工作 更没有阻断大桥的日常通行 这些政府人员完全不把人命当回事 事故发生了12小时后 有关部门迅速展开追责行动 当时的首尔市长和一批相关人员 因为没有对大桥实施定期的安全检查 而被革职 总统也通过电视向国民道歉 为事故遇难者设置纪念碑 还下令一定要吸取教训 对韩国所有桥梁加强实施安检 而大桥建设者东亚建设也难自其就 虽然极力撇清关系 显然已经受到了影响 为了及时挽回生育 该集团表示愿意拿出1500亿韩元 修复盛水大桥 并向政府捐款100亿 作为桥梁后续的维护费用 但由于透空减料的黑历史 韩国政府和民众已经不再相信东亚建设 1997年重建后的盛水大桥 总共花费了750亿韩元 原本蓝色的桥铁变成了红色 同年汉城最高法院判处东亚建设 有职业过时业务过时等罪名 但最终判处结果 除了积极赔偿预战者和巨额的罚款外 所有与该事件相关的负责人并未受到制裁 这一判决结果 不仅令预战者家属无法接受 就连韩国民众都纷纷谴责法院不作为 为了消除民众的愤重 法院不得不推翻之前的判决结果 找出东亚建设与坍塌事件密切相关的三人 以过失致死罪判处一到两年的有期徒刑 之后东亚建设也陷入了困境 虽然一直在积极的挽回 最终还是在2001年宣告破产 大桥损毁可以通过重现来修补 公司破产也可以东山再起 唯独那些失去的生命 再也没有回来的可能